中美貿易戰華為生命轉運戰之後 819很重要的關鍵時刻 警戒當然要關心你我的荷包 因為在昨天 勞資雙方拉鋸了6小時之後 已經確定拍板了 我們的基本工資的月薪調高來到23800 時薪來到158 在拍板之後呢 我們的資方說 基本工資名調長工商團體不滿 炮轟絕對不幫政府背書 但不幫政府背書又該怎麼辦呢 還是會上路 上路之後的明天 會不會物價開始漲 會不會邊界勞工排擠掉經常薪薪資的 這一群勞工大部分收心階級 未來的調薪幅度呢 我們的日子會不會越來越難過呢 這個階段加入討論的 邀請到北市產總工會總幹事陳淑倫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以及資方代表 聯索加盟產業資深顧問邱簡華 大家好 好 當然馬上要面臨的是 反正這件事已經定案了 你滿意也好 你不滿意也好 明天之後呢 我們面對的就是物價有可能開始漲了 薛橫 我覺得大家講得更直接一點 勞團所塑造出來的感覺是 邊際勞工我們必須要照顧他 我同意 但請大家想想看邊際勞工在哪邊服務 他一定在你每天早上吃飯的早餐店 每天中午要喝飲料的手搖杯店服務 在這個狀況之下請問 老闆這些加盟組 這些各個小店的老闆 要付給他們錢增加 你覺得你吃到的早餐 跟手搖杯的價格會不會增加 而且最重要的是 現在可以增加 而且我告訴你那是明年才調 誤價可能明天就調 關鍵就是我們昨天特別提到 基本公司連年調漲 但是我們的經常信心是沒漲 所以我們剛才 我們這個勞工朋友講得很對 我照顧了邊際勞工 讓他們的基本薪資調高了 但是一般的壽星階級 他可能薪水沒漲 可是問題是小店主 他們去漲的是什麼 漲到直接的物價 我們昨天又特別看了 我們現在整個消費者物價指數裡面 統計項目裡面 真正跟一般壽星階級有關的 這些幾乎都跟這些小店家有關 就是我們昨天講服務業的這一塊 就是你看到這些食物的價格 外食足 尤其是外食跟食物的價格漲最多 好 那房租那個 我覺得那個跟資本有關 好 那房租那個我們可以撇開來 但是你在外食跟食品的這兩個東西 你漲這麼多 很可能都是我們剛才建華講的 就是因為你的基本公司連年調漲 然後剛才學生也講了 這些小店家小老闆 他看到我要付給這些工讀生 時薪工讀生的這些價格 你看我們現在給大家看到的項目 這個畫面我們昨天看過了 對 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有兩個柱狀圖是負的 往左 對 那個是什麼呢 那是交通通訊跟衣服 對 但是往右的這些柱狀呢 都是漲價的 這裡都超過一的 一個是外食 最上面 上面數來第二個 對不對 外食 對 好 最下面那個最長的是什麼 是食物類 對 就這兩類 好 這幾年年年漲工資 經常行薪資 不動如山 一灘死水 好像這個人歐行 所以我們昨天就講了 我們認為 淡系 食物類 我們生活所缺 天天都在漲 以政府現在的做法 我認為 就是挑簡單的幹 就是你去漲基本工資 然後讓年輕的朋友 感覺政府有在照顧他們 於是呢 你漲完基本工資以後 他的老闆呢 就把這些外食 把這些 他們最容易消費的東西 又把物價拉上去 所以你就是左口袋 換到右口袋 然後政府呢 抽稅把他們抽走了 所以政府賺到 其實這個 邊際勞工根本沒賺到 然後小老闆呢 繼續背黑鍋 你知道最大的受力者 得慧者 其實是政府 沒錯 因為你一漲基本工資之後 你交勞保的金額 全部都要增加 好 政府又拿走了 然後呢 你繳得稅多了 政府又拿走了 所以真正 最大的得力者是政府 我覺得 我們觀念要澄清一下 就說 當然我承認阿仲哥講的 政府真的是偷懶 因為我們的實質薪資 停滯等於薪資倒退了17年 2018年 平均實質的月薪 是38,235塊 第2001年的38,398塊 倒退了17年 好 那 經常性的薪資或實質的月薪 停滯不前的話 政府要做什麼 產業沒有升級 所以我希望 今年 好了 這就是一灘死水 對 這個就是我們的薪水 我們的薪水是漲 我們的基本工資有漲 但我們的薪水是漲 這樣 下面這樣借了狼狼 對 所以政府有責任 對不對 廠商有責任 今年這麼多的台商回流 可能5000億 甚至8000億 回來了以後 你能不能產業升級 產業升級 才能把經常性的薪資給拉高 好 問題是 我們現在假設情況 我們已經17年了 將近甚至20年 我們的薪資 經常性其實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就不要講 我們說最近5年 米啦 然後麵粉啦 豬肉啦 雞肉啦 這些雞蛋 17項重要的民生物資 漲了3% 所以現在薪資 你假如不調漲的話呢 這個比較邊際的勞工 或年輕人 他跟不上 所以現在年輕的薪水 我跟你講追不到你朋友 也追不上這個薪資 所以你必須 你提高 那個實質薪資 產業升級嘛 但是做不到的話 你假如也做不到的話 你連這些邊際的勞工跟年輕人 他的薪資都追上不上物價的時候 生活過得更辛苦吧 我想說 勞團員有沒有想過 在景氣不好的時候 要求政府逼迫企業 剛剛企業談到 他們不想吞 但是被迫吞 逼迫企業調漲基本工資的同時 其實口袋就這麼多錢 就是這個水庫嘛 那有沒有可能我左手調了基本工資 左手調了時薪 右手反而讓大部分的壽薪階級 沒有了調性的空間 那經常信心資像一灘死水躺著 但物價又漲 最後讓大部分 四五百萬的勞工受害 領基本工資跟經常信心 經常信心資 這是兩群不同的勞工我先講 那是同樣是從一個老闆的口袋裡 拿錢出來啊 對 但是像前一年度就是政府有調性3%那一次 其實有不少的大企業或是有獲利的企業 它是比照著政府辦理 那那種時候的調性 事實上是總體大家覺得營運有到那個水準嘛 那但是像基本工資調整 就如剛剛蔡哥所說的 因為企業基本工資調邊際勞工 我一般壽薪階級不會調我承認 但是如果你讓他 因為像比如說CPI 雞蛋漲17.59%去年 107年 今年也還漲了9.92% 像這樣就是說 他不得不實用這些東西 他即便是2萬3千億的勞工 他也是要去早餐店買早餐 所以這是雞生蛋單身季的問題 就是說到底這個物價漲是因為基本工資漲 還是因為物價漲了 基本工資不得不漲 他會掉到貧窮線 問題是你讓他沒有辦法留在職場上 現在絕大多數首要飲店的勞工 他事實上他搖三杯 都超過他一小時的這個工資了 哪裡有那麼好賺 你搖給我看 但是 奇怪那個原料珍珠不用錢 奶不用錢 你是不是要搖三杯 你們這樣子講是 對我們這樣子手搖飲的產業來說 那是一個莫名其妙的黑鍋 你們的算法我都不感覺匪夷所思 真的是很有問題的一個算法 對這些編輯老公來說 雞蛋佔了17點多巴 又佔了9點多巴 難道要讓政府用稅金補貼它嗎 難道要讓我們的稅金去補貼 並沒有去增加 我們應該去講說 勞工跟我們資方是不是應該要站在一起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求政府 把我們的整個產業環境弄得比較好一點 應該不是只有挑戰而已 因為增加我們的支出 成本費用的支出的時候 是不是同時跟我們站在一起 要求政府給我們中小企業一個 更好的工作環境 更好的生存環境 中小企業根據2018年 中小企業的白皮書 我們總共有143萬家的中小企業 總共僱用的員工人數高達656萬人 連企業組加上去總共有890萬人 其實台灣大部分都是微型企業 對 所以絕大多數的雇用人數 雇用人數一個企業 雇用人數大概是4.56個人 4.56個人 所以我們是不是都屬於5個人以下的微型企業 這占的比例高達80%以上 也許大企業動會掉 但是小企業動會掉 除了我現在不是在跟你爭執什麼 現在我們企業會反對說調高嗎 多給員工只要我們賺得到錢 多給他 我們都沒有意見 可是當政府這邊不協助我們 你知道日本怎麼做 你知道韓國怎麼做嗎 日本的政府減稅 他給予補貼 我們台灣的政府 光一個旅遊觀光旅遊的補貼 去年補貼到現在沒有拿到錢 那企業都已經趴在那個地方 拿不到錢就等著嗝屁了 那請問一下這種補貼有用嗎 稅收我們的稅一直在增加的情況之下 這樣子是沒有意義的 就是說這次調了基本工資之後 會不會有三種受害者 第一種叫消費者 因為物價要漲了 馬上便當店要漲價了 馬上滷肉飯要漲價了 第二個是壽薪階級 很多雖然是大漆 但是在中美貿易戰 在景氣不好的情況之下 我的水庫水就這麼多 左邊要漲 右邊就別漲了 所以壽薪階級 我們看到經常的薪資 在年年基本工資漲的情況之下 通通融在地上 結果是一灘死水 就好像借人翁星一樣 所以第二個受害者 會不會是一般的壽薪階級 第三個受害者會不會是 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的企業主 就是那些小店的電動 他們會不會是這一次的受害者 所以這三種受害者政府要怎麼處理 當然我覺得我同意 老實說我真的同意 就是對於企業應該 特別是微型企業 應該要有補助或者是獎勵的措施 很好很好 這個就要講大聲 因為我們一起去跟政府抗議 這件事情我們要反對 因為 像我們現在 對於中高齡或者是弱勢勞工 就是你聘用這些邊際勞工的時候 其實勞發署是有獎勵的 他事實上還獎勵薪資高 每個月補貼一萬三左右 好 但我沒知道 問題是你要再禁用勞工 或者是現有的勞工的職訊 現在政府有提供 我覺得是整合的程度不夠 可能中小企業主並不知道 已經提供了哪些整合職訊 沒有 我跟你講 中小企業主都知道 在第二個 真的做得很差 在第二個 但我總不能說 政府這部分做得很差 所以我們不要漲基本工資 不是 當然不是這樣 所以我當然認為 對於政府資源整合 包含各個部會 經濟部 勞動部 其實都有相關資源 可是他們沒有整合起來 讓中小企業主知道 他可以尋求什麼樣的補助 這件事情我是同意的 我承認 微型機械做不下去 全部都是漲基本工資 是不是有外在產業的問題 還有你個別經營的能力問題 光是守阿伯 這個講法是不能同意的 我可以告訴你 企業的營業算一直在增加 一直在增加 你知道嗎 所有的飲料店 咖啡店全部要開發票 但是有人可以成立 你任何每個飲料店 每個月飲料都是 五六十萬以上 政府倉受那麼多的稅 所以基本上 我們主持政府的企業稅 營業稅 應該走核定科稅 不應該再用開發票的方式 讓我們中小型企業 跟微型企業的負擔 就可以去降低一點 我們要提出具體 有效的主張 可以幫助這些企業 至於你們剛剛講 什麼搶救貧窮大作戰 企業輔導 企業持續 我可以告訴你 政府部門都有在做 都有在做 但是始終是不能去抓到重點 應該是勉強 還有一個國貿局 有在做一點事 他講什麼 台灣的珍珠奶茶 形成一個產業聯盟 是我們要把品牌 輸出到台灣去 這才能夠創造出比較高的價格 你不能所有的責任 都歸屬於政府 這個經營者 自己本身的能力 也要經得起考驗 有啊 企業很努力 都很認真在做 那有的人可以生存 有人不能生存 所以永遠的每天 是一個坊 老闆 我們要來自豪 小小挑戰 那還要得到 三分之一 走